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不在数分钟之内解救的话 会导致患者的死亡 那么我们如何识别 制造梗子的患者 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通常患者无法回答问题 做这个动作 不要等待他回答 一直转到患者身后 以弓将部战壕 自着手 着肩患者齐步 一只手握拳放在齐上方 抱紧握拳的时候 用力向上向力 连续冲击 一项 两项 三项 四项 五项 直至肉污排出 如果肉未冲出 此时患者出现昏迷 顺势将患者放倒 或者保护患者头部和颈部 直化者患者宽部 挡根重叠 运力冲至上腹部 一项 两项 三项 四项 五项 六项 七项 如果根足一解除 患者出现肤心跳停止 立脂型心肺复苏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对于孕妇或者肥胖患者 我们握拳的手 应该放置着患者胸骨的中下半部分 以一秒日次的速度 运力 向力向上方充值 直到日午排出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求的 全部的成人 气道梗组的解除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